首先我想我也要歡迎大家來到這個工作坊 這個工作坊有關Refractive Journal的Writing 即是中文的詩辯寫作 其實我想了很久到底英國的中文名應該叫什麼 Refractive Journal 我想過很多不同的名字 想一下都可能叫中文詩辯 或者詩辯式寫作 或者詩辯形寫作都可以 都是簡單一點 叫中文詩辯寫作會好一點 工作坊的特點 資料我們會準備多一點 那你手上應該每人都拿了一份資料 有成十版的 那為什麼這麼多呢 因為希望這個工作坊 就會真的帶給大家很多比較實用的材料 還有實用之外 我們絕對會解釋給各位聽 就是為什麼它實用的 就是你怎麼用到 還有都會希望各位看一下 到底哪些是真的你認為有問題 你需要知道 還有對你來說 是真的可以 真的幫到你去寫這個Refractive Journal的材料 那你會見到裡面 有些地方好像是讓你可以寫到一些東西 是應該有的 因為是想著給你 如果可以呢 是會請你自己去思考一下 說明是詩辯式的了 那希望各位可以想一下 做些分析的 那我們開始了 這個工作坊 我們希望協助修讀 大學通識 語人文對話 或者語字言對話的同學 用中文去讚寫詩辯短文 幫助同學提高你的寫作和詩辯能力 這兩樣東西聽下去很簡單 從來都不容易 我們發現 尤其是當大家要寫的東西牽涉到 用有限度的字眼 去表達你自己 分析了出來 是有系統的分析 的個人見解 我們發覺從來都不容易 那今天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這麼不容易 大綱看下去是被嚇人的 哇 十幾點 其實就不是真的這麼嚇人的 因為其實裡面有些東西你發覺 當你明白了其中一個步驟之後 第二個步驟在邏輯上是應該出現的 所以最重要是你留意 就是如果有地方你真的不明白的話 同學其實你是可以隨時告訴我 你不要想著 咦 老師在說我都說不要出聲了 不是的 我經常覺得工作坊 尤其是workshop 的精神 就是大家要相向的 我說的東西你聽不明白 你告訴我 我知道了 我可能再解釋一次 我或者有些什麼地方 需要做進一步的解釋 甚至可能旁邊你的同學是明白的 他可以幫你告訴你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了 一開始解決第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一定是這樣 什麼叫做思辨寫作 思辨短文是什麼來的 怎麼寫它 到底它是什麼來的 看看 reflective journal 或者reflective writing 用我們現在的定義 我們基本上是故意給各位 大家看看 以最新的理論 或者個人的理解 去說明 評論 特定的對象 閱讀資料 或課程內容的分析性文章 這一個解釋我要強調 不是完全針對reflective writing 或者 journal的唯一的解釋 老實地這個文體本身 在英文的文體裏面 就是比較歷史悠久 以及基本上它是一種 就是在文體上來講 在英文裏面來講 比較寫得多的東西 如果你看到我這裡有兩個 就是web link 是給各位的 你可以去看他們的解釋 我這個解釋 其實是比較傾向於其中一種說法 另一種說法 他們覺得reflective writing 或者 journal 其實是一種幫助你寫一篇大的論文 譬如可能你寫一篇比較大的 譬如可能寫一個 dissertation 寫一個大的論文的時候 你中間所做的一些 有關你思辨的摘記 他不覺得是一個 這樣的獨立的短文 所以這個解釋我要強調 其實是我們現在希望 幫各位去理解 你要寫一篇怎樣的短文 而故意做出來的 這個解釋 我強調不是錯的解釋 這個希望大家拿到一個 很清楚的定義 我們現在要的是一篇分析性的 表達到你個人的見解的 系統地可以分析一個課題 那個課題可能是指定了的 可能是一個指定的課題衍生出來的 可能是由你自己 一個特定的課題上出來的東西 好了 由我剛才說的話 有四點 我希望各位在寫你的思辨性的短文的時候 永遠都記住的 第一件事 我們著重分析和反思 所有的reflective journal 一定第一樣看的東西 就是有沒有你個人的分析和反思 所以千萬不要寫一篇 summary 給我們 千萬不要寫一篇撮寫給我們 千萬不要想著 我又看了 通識那兩本厚厚的書的資料 我還很努力去看了其他書的資料 一於使用我們中國傳統來的 五千年來的優良文化 那個文化叫做炒賣一碟 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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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之後 多少東西 八百字炒滿它 你還不滿意? 正正就是不滿意 第二 我們現在要的是 你對那份資料的 自己個人的分析和理解 第二 對內容的理解 我們要求準確 真是要對的 這件事原來從來都不容易 有很多人是隨隨便便去理解 你前面那段說話的 而有很多時候 看經典的時候 我們最怕就是這一回事 等一會有些例子給大家看看 第三 一開始就已經說了 千萬不要單純地總結內容 不要想著你將見到的內容 做了一個撤寫 總結 咦?我將前面那句 和第四十三句 夾在一起 這個絕對不是我們要的 詩辯短文 最後 我們不要書情文 我們不要很優雅的 很美麗的 記序兼書情文 你是很漂亮 很厲害的心理描寫 我有本領 用我現在個人的感覺 去模擬 裝置他當年的感覺 我恭喜你 但在這裏不合用 千萬不要這樣做 我有本領去想 當年范禮 到底和西斯之間發生什麼事 各位慢慢想 我恭喜你 你可以繼續創作你的故事 很多人試過 金融都試過 你可以跟他比較一下 因為這個原因 紅色那幾個字 請大家注意一下 需要 方法 技巧 耐心 最後一個字很重要 時間 我知道大家很多人寫 Retectic Journal 是想著用最短的時間解決它 我想強調這個是致命傷 說明要想的 你想想 我半小時內起課 你想了多少 要時間去想 到底那個是否合理的觀點 是否真的個人的見解 而且很重要 到底你寫得 是否真的你想要寫出來的東西 好了 為何要寫詩辯識短文 三個理由一次過列給你看 第一 加深你對課題的理解 培養你探實的精神 提高詩辯能力 這些好像是老生常談 但想和各位說 寫得好的話 是一生受用的 現在你看到很多人 譬如寫專能的作家 有些時候你喜歡看某些 有些不喜歡看 很多時候其實就在於 他們本身有沒有真的 一個很好的探索 或者分析能力 可能都是以前訓練回來的 還有一件事 詩辯短文可以培養 你本身的寫作能力 你自己寫的寫得不好 其實現在是一個很大的致命傷 你想想 其實在現在來說 和人溝通 語言和寫作 是走不開的東西 你如果連寫作基本的能力 都掌握不了 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最後一件事 我相信各位都要寫你的 通識學期論文 詩辯短文 其實是為這件事做準備的 平和標準 大家很關心的問題 很快地教各位 第一件事 對課題和問題的理解 是一個注意的重心 第一個重心 而第二點 語言 我們會要求你清晰 通識的老師 說明 邏輯一定要緊密 請各位注意後面的一點 邏輯 我經常見到通識的老師 都會有些時候 和我分享一下大家的作品 各位的邏輯是很有趣的 我只能這樣說 有些邏輯是我不太能理解的 這點也很重要 其實各位是中學的同學 還是大學的同學 我覺得來到這一步 無論如何都要想想 為何你會寫出這句話 而你那句話本身 你是否真的經過自己的推論 和演繹的過程 才寫出來 這件事已經不是 我們覺得各位是否適合 做一個大學生的問題 而是你對這個課堂 或者你對自己和你的老師 尊不尊重的問題 有沒有經過分析和推論 才寫出這句話 下面 我們要求大家用MLA的格式 引用經典原用的特定格式 詳細例子 其實你會發現 通識的老師 其實已經給了一個格式的要求 不過等一會 我們都會再拿出來 和大家看看 強調一些重點給各位看 進入一個氣玉部分 為什麼呢 我們接下來 會由幾個角度 和各位思辨式的短文講一下 要怎麼做 第一個部分 我們會講 在內容的角度 來講 思辨式短文 其實大家最好 如何安排 如何去理解它 由內容 結合一個 我們說結構方面 就是組織方面 我們又如何去理解 和安排思辨短文 到最後 我們會講 到底在一個有關寫法 表述的方式上來講 思辨短文應該用哪些表述方式 和怎樣去表述 當這些部分都講完之後 我們跳入第二個大階段 就是有關思辨式短文 它本身我們要求各位用什麼格式去寫 就是MLA格式 有什麼要注意 現在開始了 有關內容方面 在內容方面 請各位注意審題 那條題目 審題之後 當然要做的事情 就是誓讀你的原文 有一點 老師經常跟我們提 通識的老師說很有趣 其實通識的老師很好 他寫這條題目給各位 很多時候不是一條很簡單的題目 他是想刺激大家去想一些東西 所以這條題目裡面有很多小的題目 是問題來的 問各位 但是請大家注意 他不是想你回答所有的小題目 那些小題目是用來做brainstorming 是用來刺激大家想一下這個問題 舉個例子 你手上都有這個例子 你喜歡可以看手上的例子 不是你喜歡看 現在我們在parpoint投影出去的 都可以 隨便你 譬如這個 那我不慢慢讀出來 這個是你見到 講阿當夏娃的 講這個 serpent 講這個毒蛇 這個蛇去引誘 阿當夏娃吃禁果的故事 那你見到 這條題目有很多小的問題 對不對? How did it succeed to persuade Eve? 他怎樣成功去引誘這個夏娃呢? 或者 Why did she succumb to the serpent's temptation? 有一堆這樣的小題目 你會發現有很多小題目 這些小題目 在整條題目裡面沒有告訴你 你一定要回答所有的小題目 行不行? 這些是用來刺激你想的 所以你不應該這樣做 不應該做的事情就是 所以 蛇在印有夏娃的時候 是利用人性的藥點 你如果 將每一條小題目 都當作問答題 這樣回答它 老實地 你這篇思辨識短文 就不是思辨短文 你那篇是小答題 你這篇是小答題 這不是我們的要求 不符合要求的 題目裡面的小題目 是為了幫助你思考的 例如剛才那條題目的思考 其實是想大家去想想 在這個蛇去引誘阿當、夏娃 特別夏娃的故事裡面 其實想指向給大家去想想的就是 原罪和人性的問題 人性是否真的一個部分和原罪是不可分割的呢 原罪和人性到底是否同一回事呢 夏娃的所謂受到引誘 受到蛇的引誘 其實本身是否真的一個關蛇的事 還是跟夏娃本身的事呢 而原罪本身是否也顯示了 人和神之間是有什麼種的關係呢 等等 其實那些小題目是幫大家去想一些不同的方向 因為這樣的原因 大家要知道這些事可不可以憑空說 不可以 麻煩你看回原文 原文裡面其實那條蛇真是很活該 它是怎樣呢 它請你去懷疑你聽過的東西 那條蛇請你去懷疑一下 上帝真的有這麼說嗎 不會吧 你們怎麼會死 當然上帝不會不知 那果子一旦被你們吃了 你們就開了眼 就會像神明一樣 懂得便善惡了 那蛇是令他產生懷疑的 那蛇是令他想 到底你這樣做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令他懷疑自己 好了 所以其實這條題目是 你又換了一個角度去看 這條題目是問你 人的墮落 或者偷吃禁果 澱污神明這個課題本身 所以這條題目本身 由頭到尾的小問題 其實是幫大家去刺激你 去想一想 到底那條真真正正的大題目 或者那條真真正正的大題目 或者那條真真正正的要想的重心 在哪裏 千萬不要當這條題目本身 有很多一個小的章節 要大家每一個逐條回應 那我不想 逐條小的問題 逐個這裡慢慢去回應下去 但是一個小的部分 我想聽大家看一看 一個小的部分 就是與原罪結合在一起思考那裡的幾條題目 請大家去想一想 我剛才給大家看的原文 原文那裏 你看一看 原文那裏 我們當然只是截錄了很少的東西 蛇和女人的對答 蛇和夏娃的對答 那段對答裏面 只是一個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一個 好像蛇和女人之間的一個 平常的對話 你看到這段對話之後 麻煩各位同學 幫我對比一下現在 我所提出的一些重點 我提出的重點 首先是潛穴的問題 利用人希望與神明一樣的心態 人的貪婪 人的無知 人的怯懦 在那幾段裏面 最後為何我可以提出這樣的疑問 或者這樣的重點給大家去想 因為如果在故事裏面 大家去想一想的時候 蛇在做的事 其實是否利用人性的弱點呢 蛇其實是否就著人性的弱點 去提出它的說法呢 這個其實是反而大家值得去想的 這個想法呢 其實等一下會讓大家一路去試一下 很多時 詩編色寫作要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各位去推過一層 不要只是看那個問題 或者原文的表層 去想一想裡面還有一些更加深入的問題 或者一個更加其實 在表面之下 會有一個更加核心的問題 需要去解決 需要給大家去想是為什麼的 好 好了 是不是我們去追尋文本的真相 就寫詩編色短文呢 不是的其實 我們不是這樣限制各位的 其實 詩編色短文呢 是很希望各位可以發揮到 你學了的東西 你知道的東西 甚至個人獨特眼光 所以你絕對可以結合其他東西 比如在現世裡面的分析 就是 剛才提到 人可能有很多人性的弱點 那些可能跟原罪是有關係 可能原罪反映的就是人性的弱點 而現世裡面我們看到的 只是人性的弱點的很多的顯現 比如我們現在所講的基因改造 優生學的一些問題 甚至我們現在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們覺得自己在現世裡面 科學是我們新的神 有沒有這些問題存在呢 到底是我們的自大 只是我們有自信呢 有這些問題 其實你都可以拿來講的 好了 再舉多一個例子 不是講這個有關信仰的問題 講另一個 譬如我以前有一條問題問你 試講一下孔子對學習的看法 我可能會有很多問題 會讓你去想的 這些問題其實是想刺激大家去想些什麼 譬如你可以看一下 學習的內容是什麼 學習的方法有哪些東西 學習的目的是什麼 為什麼孔子對學習有這些看法呢 孔子對學的看法對現代人來說 有沒有啟迪的作用呢 下面你看到有一篇文 其實那篇文是我們在新亞的院長寫過 有關成名與大學的理念 裡面提到孔子有關學習方面的東西 我絕對贊成大家拿來看看 這幾條問題其實是從幾個方向請大家去想的 第一從多角度去分析孔子對學習的看法 這個方法你用在任何題目都對 其實看一條問題 換幾個角度看看 永遠對自己有幫助的 第二 永遠都要去找一下相關的原文 來清他們之間的關係 找了原文之後 記住一件事 不要做抽象的評論 更加不要先入為主 在那些原文裡面看看 到底你是否真的可以找到一些堅實的論點出來 譬如就回孔子對學習的看法 我們有很多孔子對學習的意見 那些意見 未必是個個你都需要的 但是裡面肯定有一些你是要參考的 譬如不斷舉一些例子 一開始 學而不思則網 思而不學則桌 孔子提倡的學 是同思 學同思 學習同思考 是攜手並肩的 孔子說 古子學者為己 金子學者為人 孔子認為學習 是一定要論目的的 目的很奇怪 為何為己好些 為人好些 學習的目的到底應該是怎麼處理 上面那個已經是講 學習和思考的關係 下面那個是講 學習的目的已經是不同方向 下面你就找些東西來看一下 譬如你說 見言思齊言 見不言 而內自省也 這個是學習的態度 你看到孔子講學習是很多個方向的 他那個學習的概念 很明顯地的確是很多個方位去的 但是不是沒有關係呢 你可不可以找到一些聯繫呢 所以如果對孔子學習的講法的話 其實你可以自己找一個重心和焦點去做聯繫的 但對重要我再強調一次 細讀你的原文 審題之後細讀你的原文 由原文裡面開始做你的聯繫 好了 最後在內容構思方面 在內容方面特別強調 如果你真的在內容方面做得好的話 你應該有三點做出來的 第一 你可以做到著重分析 而不是簡介或者總結原文內容 第二 你可以恰當引用一個文本去支持你的論點 第三 你論述會全面 而不是留於一個偏頗 純粹是有一個 就是用一點去當作是真的 這三件事是否容易做的 是不容易做的 為什麼 因為真的可能有很多問題 小問題是沒有處理到的 譬如我這裡提到 現在大家主要是以課程的必讀文本 為主要討論的對象 想強調一件事 我同學要注意 你看看你那個 通識那兩本書 是要小心點看 你不要想著 我現在拿著那兩本書 我看到它講裝置 假設題目有關裝置 我旁邊有一本 另外裝置的書 我完全不理通識給我編章 我隨便找了裝置來 抄一堆東西 那本還要是裝置的二手讀本 什麼意思呢 那個人其實 不是拿著裝置的原文跟你說的 他自己發揮了他對裝置的見解 插一堆東西 我們見過很多這樣的做法 原文 通識原本有的 整個課本已經編了給你的原文 反而被你沒有看到 這個其實是大忌 這裡講明了 課程必讀文本 是主要討論現對象 你可以參考其他篇章 和第二手資料 但不要圈奔奪著 請你永遠記住這一點 這是平核標準 在這裡 另一件事請你記住 人民 請你永遠都有一個適當的人民 出處等等 等一會再講 我們會有要求MAA格式 我們會再講清楚 好了 開始講另一部分 內容和結構 有好的內容想到 你有好的概念可以表達出來 如何慢慢地表達出來 組織出來 不如用個例子給各位看 這條題目 是當時真的有過的 一些題目 我們再改一下 你可以等一會見到 一些同學的回答方式 我們特意給各位看一看 這條題目問一下 說孔子 叫我們去學人這件事 莊子建議我們去 用一種叫無用之用的生活 那為什麼莊子會建議我們 用這種態度來生活呢 又或者這種生活 是否一種非常之 我們說是消極的生活 是否等於阿Q精神呢 等等 講明了 要請各位用這個 《逍遙遊》的篇章 來分析這個問題 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試用一個同學的例子 其實當然要修改一個 給各位看一看 這條題目的重心 思考一下 先有什麼 四個重心 第一個 要求說的話 是什麼叫無用之用 解釋一下什麼叫無用之用 第二個是 聽大家去回答的 是莊子提倡的消極處世的原因 第三是莊子說的話 是不是真的消極 第四的 這是不是阿Q精神 這一個是真的不可以回避的 因為這條題目 要求各位真的回答這幾點 你才有想過方法回答它 而且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有辦法 把這幾點聯繫一起回答 即是不可以全部拆散 當作四個問題回答它 那同學的處理是怎樣呢 我們可以去 直接去看一看 跟著先回來看一看 好了 同學處理的方法 在這裡 我想請大家看一看 同學寫這一段文字 不是非常之多的 一開始其實它裡面已經做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但是做了什麼事呢 我們說一開始 你去組織和回答這個思辨式短文的時候 其實應該經常注意這件事 就是你想要回答的重點 但是你前言裡面有沒有告訴別人 其實你打算怎樣回答這個問題 或者你有什麼重點要說出來 這個同學在這裡做了 他開頭真的一兩句交代了 餘道兩家的分別 那條題目一開始就是用餘道兩家來做比較的 第三句已經回應了問題指 無用之用不是一個真實的消極 也不是Q精神 將那四大問題兩條是回應了 跟著告訴你 他認為這個無用之用是一種出世的態度 鼓勵人擺脫塵勢的視點 用真正客觀的態度觀察天下萬物 他認為無用之用這個內涵是如此的 他已經是來定了告訴你 他將會做的論述方向 他將會表達的個人觀點 第一段基本上已經將整條 即是四條問題 是已經做了一個簡單的回應 告訴你後文我將會怎樣做 簡單來說 就是說他提出了分析 論述無用之用的具體方向 這是一個好的做法 詩本式短文你這樣寫 就非常清楚 我們知道你看得明白這條題目 而且自己能夠把握到 到底你想說什麼 很簡單直接的 是不是 好了 這個很簡單直接的過程 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直接 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做 當然 可能有很多功夫要經過 那些功夫是什麼 那些功夫呢 不好意思 我知道同學都很努力地抄近 但是 我也要去到前面 那些功夫可能牽涉到你要做這些事情 第一 你要看消耗油 你才可以回答到剛才那些問題 第二 你要由整篇消耗油裡面去找出 回答到那幾點的問題出來 所以要由全部到局部去找那些重點 第三 你不要漏了一些細節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去回答 咦 無用之用 不是無用 無用之用 是另外一種的有用 你夠膽這樣說的時候 我會要求你給我證據 那些證據在哪裡呢 就是一些細節 消耗油那篇文的細節 好了 很重要的東西跟著來了 你無法善用那些證據呢 你無法善用那些證據去證明你說的話呢 不雲守之藥 書 大狐之種 這些故事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那些東西為什麼有用呢 好了 所以這一段 很簡單的開頭 其實是預示了 我們希望看到一個精彩的論述走出來了 下面 同學 現在有兩段 我留空了些位置給各位去想一下 你覺得這兩段造底 它寫了些什麼 譬如第一段 它說莊子的無用之用 不是完全否定有用的 它只是說 無用比有用的層次來得更高 近乎超脫了討論用的境界 所謂無用荒有大用 好了 到底說無用是什麼 好了 下面 無用在物質層面上是消極的 但是精神層面上是積極的 歸隱是為了保存自己 使自己不止於損耗生命 甚或招來橫禍 由此看來 無用是保存精神的積極方法 好了 明顯這段和上面那段又是不同的 這兩個都是主題 你認為這兩段是講了無用之用的什麼呢 這兩段主題講的有關無用之用的 我給你兩個意見 第一段講的是無用之用的性質 它講無用之用到底是什麼 屬於什麼性質的東西 無用之用它是一個比有用這個層次可能更高的物體 它本身的境界是無用方堪大用 不覺其用 故有大用 簡單來說 好了 講用的性質 講來講是很圓的 到底何為無用 無用實於何方有用呢 下面再解 無用呢 保存已知精神 你的精神 所以無用實為有用 下面那段和你講 所以講無用之用的應用 好了 主題有兩部分 這樣安排法 其實好像是好的 這個做法 因為你講了無用之用的價值 亦都講了無用之用的功能 好了 想和各位去講一講 寫你的 詩篇式短文的時候 不是一個 胡亂或者散亂的窄忌 裏面是應該看得出 你自己個人的意見是有組織的 你的意見是應該有 一個清楚的系統的 在這裏示範中 他講出無用之用 是一個有大用的東西 而這個大用的東西之用 在於保存精神 很清楚的路線 記不記得之前他那個 一開頭 是一種出世的態度 鼓勵人擺脫塵勢的視點 用真正客觀的態度觀察天下萬物 觀察天下萬物之後 得出的觀點就是 不讓天下萬物去損耗你的身體 很難的 但可以不損耗你的精神 保存你的精神 他回應到的 去到結束的部分 收束永遠都要做一件事 就是回應自己寫過的東西 總括了的是什麼呢 第一他回應前言 莊子的無用之用 不是真正無用 也不是阿Q精神 前言有講過的 現在結語可以再講 為什麼 因為他論證了 莊子的無用之用 是吻含了莊子的養生概念 善刀而藏之 留意這個是刨丁解牛的 基本上他現在用其他東西 可不可以 我已經說了 你可以以通識的貨本為主 但不代表你不能引其他文章 幫你做作證 不損耗精神的最好方法是 減少他的使用技巧 避開 譬如說忌經海慶的塵世紛爭 這裡總結無用之用的內涵 保養精神的生活態度 你看到這個是 很直接地把自己最重要的核心 用幾句說話 收縮了它 最重要的是 核心在前面 已經講明了 這樣就把你自己的內容上 最要表達的重心 很清晰地逐步組織出來 有同學可能不想寫有關這個 詩辯在哲學層面的課題 可能你想寫有關科學方面的課題 我們都可以試一下 這個我想改變一個方式 給各位看整篇文章 好嗎? 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 你覺得 用來回答這條問題 可以嗎? 人人都需要學習科學 是不是呢? 行不行呢? 是否人人都需要學習科學呢? 經過剛才的說法 你覺得這篇文章這樣寫是否可以呢? 可不可以呢? 花一點時間看一看 這位同學的寫法一開始說 問題太過模糊 主要是學習和科學兩個詞含意不清 更讓人沮喪的是 對於科學本來就沒有確定的定義了 另一個層面的模糊是需要 個人是否需要只有自己知道 任何人都無權規定他人是否需要做什麼事 畢竟需要不是需要 有個同學 你可以繼續慢慢看下去 其實這樣開始的第一段 你就已經會發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 你這個不是寫思辨式短文 你這個其實是意圖怎樣呢? 就是取消這條題目 你不回答這條題目 這個需要不是那個需要 這個需要可能是那個需要 科學是可能有定義 可能沒有定義 大家都有不同的定義 他差在未寫 是否未必是是否 是否可能是否 也可能是是 人可能不是人 這條題目就不再存在了 你不是寫思辨式短文 你以圖擊你的老師而已 我想問一個問題 這個算不算是一個前言 算不算是一個隱言 絕對不是 你說我自由發揮他的作文 沒有問題 但是要求寫思辨短文 絕對不應該 不可以接受 你沒有回答過任何問題 接著來到 學習可以專指學習 也可以一指一般知識的獲取 基本上這樣說 亦都有一個問題 其實是沒有說我的話 因為你基本上是把所有的可能性 都放進去 你都可以用好這些方法去講 例如大學是一個學校 亦都可以在一個自由內去的場所 其實你有沒有說過的話 其實都是沒有怎麼說過的 好了 科學可以指 可指具體的專業學科 亦都可以指一種精神 一種方法 一種態度 這個就開始有超現實 這些類似的寫法 我再強調一次 記不記得我剛才說 詩編式短文 有一個很重視的 是什麼 邏輯推論 你每說一段說話 我都想知道 你的推論根據是什麼 你用怎樣的邏輯方法 告訴我 你有這個判斷 科學可指具體的專業學科 也可指一種精神 一種方法 一種態度 我們可以有這個結論 但這句結論之前 可能有一篇一萬字的文 我懷疑 你的結論出來 你的根據在哪裡 我看不到 你這樣寫我就會很害怕 當你這樣寫的時候 就很可怕 你跟我說 就是 意大利飯 其實是一種宗教 我能夠理解的 你每一次吃意大利飯 都帶著祈禱的心情 希望那一個沒有煮孔 或者沒有煮 就是沒有煮 我能夠理解的 但是 你告訴我 怎麼會這麼令人驚人 一句話一邊走出來 我跟著開始 我不能夠理解 我們看到這樣的寫作 我們會覺得很可怕 還有這個是明顯地 它是不能夠達到我們講的 你是真的分析和組織 你一個思辨式的短文 我們建議 如果你要改 剛才那裡的篇章 可能會將它變成這樣 科學一詞含義是廣泛的 可以知專業的學科 亦都可以知一種精神 方法或者態度 從一般的意義上來說 每個人都需要學習科學 要求每個人都做出科學 發明或者發現固然不切實際 每個人都應該掌握科學的態度和方法 這個不僅對生活、工作及學習各方面都有好處 亦都可以出進人類文明進步 但我要強調這個不是唯一的答法 但這個答法裏面有幾點我想請各位注意 我是意圖去回應問題之後做思考的 我真的意圖回應問題做思考的 我回應問題做了幾件事 請大家留意 第一,科學可能真的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 但不是沒有確切定義的東西 就是不准論說的 有很多東西都沒有確切的定義 有沒有同學是修讀哲學科的? 哲學概論第一課就跟我們說 哲學的定義是什麼? 講了兩個學期都告訴你 哲學是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科學要考試的 我很記得老師當年第一課 哲學的定義要遵用誰? 蘇格拉底? 愛智的學文? 中國基本上是沒有哲學的 在這個概念裏面 後來我們簡直說他有哲學 你會用誰哲學的定義? 24個星期 未加的tutorial 到最後答案就是哲學是沒有定義的 但那時候要考試交論文 沒有定義的東西 不代表我們不可以論說他 我們有很多東西都不講定義 我們要的是什麼? 很多時候是講 到底科學這個概念 譬如假辭的含意是廣泛的 其實有很多東西 我們要去數 用另一種方法去講他 從一般的意義上來說 每個人都需要學習科學 因為需不需要學習這件事 都陷在於我們對他有一個分析性的定義 而是在於他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而在於他對我們來說 現在是有什麼價值 有些時候是我們用這個角度去看 是嗎? 我們用另一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看不記得我說 看一條問題 記住 換多幾個角度 這個前言就是用這種方法去想 換多幾個角度去看出 這個問題有什麼價值 所以 不是一定要這樣寫 不是一定要這樣寫 你不一定要像我現在這樣做 然後接著可從生活 工作 學習幾方面去講 你可以用這些方法寫 建議各位做 簡短引言 表示你同意或者不同意 我不同意 不是人人都要學習科學的 科學是科學家的事 其他人只要學習科普 你玩字眼可以嗎? 可以的 科學是科學家的事 我們不應該讀這個科學 我心惡痛絕 我非常之不喜歡這個 不好意思要說 我非常之不喜歡這個 通識要我讀這麼多科學篇章 我認為只要看我 讓我看一點科普就可以了 你可以解釋為什麼 我想通識老師不會生氣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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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從不同的層面去講 為什麼你認為有同意和不同意的焦點 又是另一個角度 簡短引言同意和不同意 接著是科學的本質而言 科學在日常生活的關係是怎樣呢? 和個人或者和整個社會的關係 不同的角度去解決這個問題 絕對可以的 因為理論上是你個人的見解 你解決這個問題 好了 剛才一直在說話 你發覺原來我們很重視一件事 怎樣寫好前言 好的開頭 成功的一半 真的? 真的 因為原來你的開頭 告訴我 你知不知道自己想寫什麼 所以我們很著重 請大家寫好你的前言 寫好的前言 有些時候真的挺難的 我們繼續用這個例子做例 是否人人都需要學習科學 你認為這句 這個例子 有沒有提綱協領的作用呢? 它的提綱做得好不好呢? 譬如他這樣寫 科學 一個大家絕不陌生的東西 牛頓的蘋果怎麼掉下來 雖然現在覺得那個 現在說那個不是蘋果 大家聽過那個是什麼? 有很多說法 人睡覺的時候器官如何運作 平常我們身體如何運動等 都有科學理論可以一一說明 科學讓我們理解這個世界 更出進社會進步 令我們的生活更方便 既然科學這麼好 那時不時每個人都應該學習科學呢? 繼續討論之前 我們應該先定義一下 科學到底是什麼? 有人會說 科學不就是知識 不就是真理嗎? 我想 多數人都是這樣認為的 但是我認為科學 雖然可歸類為知識 但何嘗不是一種宗教 好了 那麼開頭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覺得 這樣的開頭 不是真的那麼好 有些東西我們覺得值得去考慮 第一 這個開頭呢 有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們覺得開頭最好是比較 清晰明確 不要有模糊的地方 譬如 一個大家絕不陌生的東西 那是什麼東西呢? 多數人都是這樣認為的 多數人 那你也不確定 最好不要有這樣的模糊之處 前言是應該清晰 第一 明確 給一個很好的區分 一個很好的界定給我們 另外一點 一個前言應該很清楚地說出了 你要帶出來的範圍和重心 在這一段裏面 它的範圍和重心 是很清楚地有幾個 第一個 科學讓我們理解這個世界 更促進社會進步 令我們的生活更方便 既然科學者怎麼好 那時不時 每個人都應該學習科學呢? 第二個重心 它想定義一下科學 第三 它認為科學其實是一種宗教 再說一次 一個前言應該是清楚明確 給我們一個很清楚的界定 第二 一個前言應該是應該把你最重要 最核心的 或者是一個你認為 你最想表達 最想討論的東西 直接地告訴我們 所以 我們可能會把它修改成這樣 我們會直接把剛才所說的幾個重點 將它清晰地 接合在一起 變成了這一段說話 科學讓我們理解這個世界 出進社會進步 令生活更方便 科學的好處固然甚多 但這不表示 人人都需要學習科學 其實科學也是宗教的一種 既然是宗教 人就有信與不信的權利 隨著後面那句 人有信與不信的權利 這可能是討論的重心 你認為科學是否一定要接受 很多人到現在 我要強調 是認為科學得來的知識 是不可靠的 有人認為是這樣的 你也知道 甚至美國有些地方 你知道他們是認為 任何科學包括醫學 是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有病是不看醫生的 不吃藥的 好了 剛才我們是專講有關 有內容的重點 內容加上結構 去到現在第三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 是想跟大家講表述的方法 在表述的方法上面 很多時候我知道同學寫開這些文章 會問其實用什麼寫法會好的 我會直接跟大家講說明和議論 但是我們要求的說明和議論 其實是有兩個很明確的要求的 第一 精確的說明 第二 嚴謹的議論 很希望大家做得到 做不做得到 好不如用一些例子來試試看 用一個例子給大家看一看 所謂精確的說明 我們要求的可能會是怎樣 有兩個說明的例子給大家看一看 第一個例子 譬如我問各位 何為正義 應該如何理解人類社會與正義的關係 這類型說明 通常都會有一個難題存在 譬如正義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你們在通識的時候 遇到很多問題 都很多時候是很大的 怎麼處理呢 你看看他的處理方式 譬如他提到 正義本身 作為社會制度的根本道德原則範疇 必然是有償的 是有償的 有償的又是甚麼意思呢 平等就是這個償 將同等的待遇及同等的人 則受形成常規而非任意 正常的形式定義是 可以容納各種正義觀 包括等級主義觀 留意那些恐怖的借 這種正義觀可以概括為 平等地對待屬於同一等級或類型的人 不平等地對待不熟同一等級或類型的人 這句說明是有點恐怖的 為甚麼呢?他講得很清楚 他講得很清楚 現在他對正義的定義 你可以考慮一下 你是否這樣想正義的 他的好處 想列給各位看 他準確而簡念這樣說明正義的定義 這個概念的成立範疇 我認為必要條件是在於甚麼呢? 有償 有償就是他的必要條件 而他認為有償是為甚麼呢? 他的解釋給你聽 代人以償 對同一類型的人 以同一種方法去處理他 很系統地解釋給你聽 然後他說明裏還有第三個部分 就是客觀地分析正義的性質和他的價值 對不同的人 我們的確是要差別對待的 好了 延伸一些問題出來 有沒有這樣想過正義? 你說不是喔 正義不是對所有人無痴等嗎? 即是無論他是甚麼人 我們都這樣對待他 那是正義嗎? 你想想其實我們社會的正義觀 原來很多時候真的是這樣過 想像一下 現在有一些人是在監獄裏面的 他是失去了自由的 我們本身認為他們應該失去自由的 而他們本身現在在監獄裏面的行動 和各樣東西是受到限制的 你認為他們是不是受到 不公平、不正義的對待呢? 你留意一下那些問題 我們現在所謂同一類型的人的意思 是包括這一類的問題 正義觀 這個很明顯 當他這樣寫的時候 他心思熟類過何謂正義 這個說明是很徹底下的 當你做說明的時候 你想想 你的說明是要經得起一個挑戰的 你的說明是可以用來做你論述的基礎 說明是論述的基礎來的 你的說明可以幫你做你後面論述的根據和基礎 這段說明側重的東西是界定 這段說明雖然沒有引文 但是它演繹嚴謹的 故意做一段沒有引文的說明給各位 他思考得到很深入 而且很一真見血講了自己的論點 好了 你說我始終不同意他行不行? 行 說了 詩辯式短文 你自己的說明 你自己負責 你自己認為對的 你解釋到就可以了 好了 另一個例子其實是講有關是另一個問題的 故意的原因是什麼? 這是由引文的 所以故意示範給各位看 這個解一個更加抽象一點的問題 比如佛家有一件事叫撫堤 到底佛家所指的撫是什麼呢? 撫堤的撫是什麼呢? 這個是引文式的 比如引了一段佛家撫堤的文字 真一阿含經裡面的撫堤的文字 總括來說 將一切的痛苦都歸納到五陰的苦 五陰也明明五韻 就是識受想行識 下面他再將五種苦做進一步的解釋 我不慢慢讀了 你可以看看 識韻的痛苦是在什麼? 感覺的範圍 其他幾樣東西是屬於心理的範圍 下面還會再講一些 如果心不反應的話 有痛苦也不會有感受 因此佛家將痛苦稱為煩惱 好了 這一段的說明 有幾樣東西值得注意 第一 他很清晰地一開始引文證明了 什麼叫撫堤 他這個做法是根據 有根有據地去解釋一件事 建議各位要考慮這種做法 就是如果你不可以像剛才 做演繹地去做一個界定和說明 有些時候你是做全式說明 全式說明 需要有一個很清楚的根據 系統地說明一件事 第二 你要詮釋一個問題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對於資料本身 是需要深入的了解的 另一件事很重要的是 你對資料本身的深入了解 其實往往是反映了 你自己現在對分析來說 是有多深入的 所以你在寫的時候 最重要是要記住 客觀一點 你是就資料本身提出 你自己的意見 不是對資料有什麼反應和感受 不要在這個時候抒發 苦真的很苦 為什麼人生很多苦 對 上課也很苦 對 霸課的時候要上課更苦 其他人在外面霸課 為失望我再者類 實在感受到人生最痛的苦 這是很多奇怪事 我們看到很多人寫文章的時候 是分不開的 好了 剛剛提到這段文字 是較深入的說明 則中全息 這段詩篇寫作 我再強調一次 它則中的東西 是你利用資料做全息的 好了 那些字比較細 我建議各位看回你手上的篇章 不好意思 這段文字 可能有一兩隻字 在你手上的篇章 就未及打下去 你可不可以幫我找下第二段 那裏 會吃掉火藝的身體 並將之殺死 找不找到 殺字中的死字漏了 你會加上死字 不好意思 是 故意引這個比較可怕的例子 講議論的 這段議論是挺好玩的 這段議論是教各位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嚴重問題是甚麼呢 到底一個好的議論 應該有甚麼條件 這是講物種的利害關係 應該怎麼理解 例如這條問題問你 害蟲是否也是益蟲呢 這樣 有沒有想過烏鷹是有用的 而且是非常之有用的 有沒有想過有些烏鷹是很可怕的 他在介紹兩種烏鷹 但我希望大家不要只想著烏鷹 那些烏鷹為何有用 留意他第一句 對我們來說 蒼蠅只是一種害蟲 但是他們其實非常有用 好了 這是不是他的主要論點呢 這個是主要論點的其中一大部分 其實這篇文章裏面 他講的東西主要是甚麼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一個分析 論點一 其實主要論點應該說 蒼蠅這種物體雖然屬於害蟲 但是用得其法可以成為生物防治媒介 變成有用的工具 好了 這個其實是他的主要論點來的 可不可以請各位幫我做些事 你可以去那個例子幫我找一下 生物防治媒介這句句子在哪裡出現 你能否發現在哪裏有 在說火藝的例子裡 找到嗎 在說火藝的例子裡 第一 你現在在第二段 一二三四 我這個外面 不好意思 我外面的power point 大家在第五第六行 外面的power point 第五第六行 你便會找到生物防治媒介的優勢 在那裏 另外你講這個論點 他還要是想說 有些害蟲會變成益蟲 有些益蟲可能是害蟲 我們怎樣看它對人有沒有用 假設對人有沒有用來講 有些我們認為 害蟲的物體可以變成有用的 他舉兩個例子去講 第一種例子 舉出 譬如原來有些蒼蠅 是掠食性的 即是它會食其他的蟲 你將它放在溫室的植物上面 它會捕食其他的昆蟲 這樣就可以控制 即是破壞溫室植物的昆蟲 保護溫室植物 另一種更加可怕的蒼蠅 這個名字也很可怕的 這個名字叫做 火蟻寄生組形 它會在火蟻的頭上產卵 然後由頭開始吃了火蟻 想起也有點害怕 想一下它在你身上產卵 會發生什麼事 那些蒼蠅 所以好了 你知道火蟻曾經是一個很可怕的問題 因為它去到任何地方 它會吃了所有東西 而且它利害得連大型的生物 捕魚類羊、牛 都可以咬死 現在我們發現 可以用蒼蠅去對付它 是有用的 想不到蒼蠅可以幫我們 用兩個實例 具體說明這兩種蒼蠅的作用 證明了 原來我們可以用一些 我們認為 在另一個角度來說 是有害的東西 變成有效 有益的防止工具 簡單來說 我們是用了兩種叫經驗的論據 經驗事實 運用這兩個例子 去證明自己的論點 那種做法 你的論點會怎樣呢 簡單而質實 想像一下你的論文 你的思辨性的短文 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你可不可以舉出一個你想講的觀點 然後找到這麼質實的例子呢 當然不是叫你寫蒼蠅 當然也不希望你寫蒼蠅 當然也不希望你寫蒼蠅 有很好的蒼蠅 有些蒼蠅是可以令你自負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那篇文章 在荷里活是一門行業 是非常賺錢的 那門行業 就是養昆蟲 那次做了一個專訪 那個人是專門養昆蟲的 其中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就是養一種 那種蟑螂 叫做馬達加斯加蟑螂 因為在荷里活裡面拍片 你會看到那些蟑螂是特別巨型的 那些蟑螂是特別可愛的 那些全部都是馬達加斯加蟑螂 養蟑螂的人據聞 每個月的收入 是講盡了十萬美元 因為它是養蟲 你有興趣可以考慮一下 你有興趣可以考慮一下 不關我的事當然 最好不要去我旁邊養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那套《Indiana's Jones》 他們拍的那幾場 有關他古墓拉制的 他們用了很多千隻 其實考慮了很多萬隻蟲 養蟲的人就很開心 好了 例子二 不講那麼噁心的事情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聽到噁心的事情 就很高興 回到一些比較抽象的概念 人這個概念 人是一個概念嗎 毛仲三先生認為人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在一個驅使我們作出某種行為 或者選擇的根本 張漢有問題嗎 為什麼我舉這個例子 不好意思同學特地舉這個例子 剛剛講的議論的概念 是比較容易的 你用一個質實的例子去證明你的觀點 很多時候不是那麼容易的 很多時候你說的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 一個比較抽象的觀點 甚至你需要可能 對一個文本 不同意它 你反駁它 你不贊成它的講法 然後去建立自己的觀點 那怎麼辦呢 示範一種做法 譬如這位先生 他不同意另一位 就叫毛中心先生的講法 都很厲害了 不同意的講法 因為毛先生很出名 他說 順著毛先生的意思 我們固然同意 不能夠說人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因為宋明如的人 即是深蹟理的本體 不是存在於我們心中的概念 但是我們都可以用類似的理由 說柏拉圖的理形 不是一個概念 甚至可以說卓子不是一個概念 因為前者是超越的客觀傳有 後者是經驗的客觀事實 都不是我們心中的概念 不過理形和卓子雖然不是概念 但是不妨礙我們用概念字 理形和卓子來將它們概念化 如果我們不將它們概念化 那我們又如何去論位它呢 留意論位就是討論 去討論它 人這個本體也是一樣 我們如果不用人這個概念去概念化它 我們每次討論人這個本體的時候 我們如何確定討論的對象 而進行討論 這是不可能的 好了 他在做什麼 做個簡單的分析 第一 他的論點其實很簡單 人是本體 不會反對這個觀點 但是我也要知道一個事實 就是你要討論人這件事的話 要用語言 語言本身就是把所有的東西 概念化來做討論 我告訴你這件事是一個灼紙 我現在就是將它概念化 灼紙一個概念化 物體的過程 而我們現在說人這件事 所以是討論人這一個概念 不是說我將它貶低了 做一個概念的意義 好了 茅先生所以在方面 他似乎有些混淆 他的論據其實很有趣 他說 宋明理學 以人為本體 而不是抽象的概念 就像柏拉圖的理型 或者實體的桌子 不能夠概念化本體 不能夠論位 這個其實是有些問題的 因為我們知道 概念化對象是討論的必要條件 其實它主要的論據是第一個 概念化對象是討論的必要條件 很簡單 反而它論證的方法值得大家想像一下 那個方法我們叫做歸謀法 什麼意思呢 你明知道那個原則 或者現象 那個原理是有問題的 你就將它的原理和原則寫出來 好好地寫出來 然後將它 它放在一個景況 或者一個情境裏面 那個情境是荒謬和不合理的 去證明那個原則本身是不合理的 這個叫做歸謀法 你覺得有問題的原則和原理 歸納好了它 然後將它放在一個有問題的情境裏面 推論它 推論到一個有問題的情境裏面 從而證明它是不合理的 這個叫做歸謀法 真的有一個這樣的方法 不是我創造的 這個歸謀法是可以用來否定 某一些你認為有問題的東西的 這個是難很多的做法 因為你用的首先是一個理論的論據 第二 你用歸謀法證明自己的論點 一定要做到一件事 推論非常之嚴謹的 各位同學 你自己選擇了 你想用一個簡單一點的方法 就是烏鷹 烏鷹式論證 還是現在這一種 就是歸謀式的論證 完全由你決定的 問題都要記住 小心推論是必須要的過程 好了 我想舉一個例子三 是你們同學寫的東西 是一篇同學做開的論文 譬如從不用演化論 去反思科學的意義 這篇論文當然不會整篇給各位看 只是這一小段 希望各位現在花少少時間 看一看這一段文字 我想請大家在看這段文字的時候 注意一些事情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他有沒有很清楚地告訴我們 他的主要論點是什麼 第二 他如何證明自己的論點 給各位提示 他的論點其實一開始講得很清楚 他有一個比較良好的說明 講清楚的論點 簡單說明了 他認為後世應用 和演化論原來的論述是不同的 原本的演化論和後世的應用 完全是兩回事 好了 這是我提出的一個重要論點 證明呢 怎麼證明呢 舉例 不好意思 我舉例時我說 烏鷹式論證 他用實例的 我們叫經驗論據 很清楚了 因為譬如那些 史賓賽認為 福利史 不適應者數目增加 威脅其他創造現代文明的人 孫木蘭和孔特 用種族主義合理化 美國南北戰爭後 南方對黑人的政治欺壓 這些就是實例 錯誤運用 演化論 將它變成了一個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 是人世間的慘劇 有什麼要注意呢 記不記得我舉那個 烏鷹式論證的時候 我舉的是兩個 很有說服力的例子 用那兩個例子 來舉明給你們聽 害蟲和益蟲 我們怎麼決定它 對人類有沒有用 生物防治媒介 這裏可以解釋給你們聽 舉個例子 記住要說服力 歷史上重要的事件 據說服力 證明你的論點 這是簡單的用法 第一個用法用得好 你的論點 即是爐不可破 很清楚見到的 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其實不難的 你可以自己試一下 我再強調一次 你喜歡真是剛才我說的 就好像講烏鷹那種 比較逐步而來的 質實簡單的論證方法 喜歡講人的 馮耀明反駁 毛中三的那種 貴謀式 有理論論據的論證 由你決定 去怎樣使用 最重要都是那句 再強調一次 推論小心合理 好了 那 同學有些時候會問這個問題 我在這裡 想給各位一些簡單的意見 我不想逐個慢慢地跟各位說 有幾點想提醒各位 第一 各位同學 請注意一下 你們去做推論的時候 永遠都會 都會 要看回不同的資料的 我永遠都會建議各位 小心點看下 原本的資料是怎樣寫的 我試過很多次問各位同學 不是這個同學 不是這個同學 問各位同學這個問題 大家一定讀過李白的 床前明月光 是不是 那一首叫什麼名字 請問整首是怎樣背的 是否床前明月光 而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這麼寧靜的 不記得 不記得的話 我的理論上應該 好像周星馳的電影一樣 是嗎 好 你肯定那首不是 床前看月光 而是地上霜 舉頭望山月 低頭思故鄉 Version A還是Version B 你喜歡 來多次 床前明月光 而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A A就是誰 你喜歡床前明月光 還是床前看月光 明 喜歡一點 你喜歡明月光 不好意思 我們見到最早的 李白詩的版本 即是宋朝熟黑本 是床前看月光的 好 第二句什麼 疑似地上霜 沒有變 你喜歡舉頭望明月 還是舉頭望山月 你開始覺得有點整固你了 不好意思 宋朝的屬黑本 即是四川地方的黑本 是舉頭望山月 是嗎 是呀 沒有騙你的 那什麼時候才有些床前明月光 舉頭望明月走出來 你發覺寫明月兩次 李白這麼有趣 已經寫明月兩次 他喜歡一句李白 朝立人寫就病句了 李白寫就沒問題 詩先 通常是這樣 那個寫就病句了 嘩 不是啊 習近平寫的 表起他 通常是這樣 我們通常都用這種方法處理 是不是 你是不是 通常是這樣 好了 原來我們發現去到清朝 去到清朝 那些唐詩的選本 抄抄一下 床前明月光 就變成床前 床前看月光 就變成床前明月光 似乎是有人抄錯了 抄錯了 沒什麼問題 大家照讀 還有他入了給小學 真的小學 小朋友讀的讀本 就是唐詩三百首裡面 大家背開了 挺好啊 繼續努力 我們就繼續努力 不要緊的 大家背這些 一直都是繼續努力的 反正他有和沒有 對大家來說 不是太重要 很多時候 好了 好像講得很遠 其實不是很遠 記不記得跟大家說什麼 第一手資料 所以永遠都找第一手資料 你想想 那個已經是第一手資料 不同版本了 如果我是第二手研究者 我抄那段引文出來 你猜我會不會抄錯 假設我是第二手研究者的第二手研究者 我是抄那個人 而那個人是再引人 你猜我錯的機會又有多大 你又假設我是第二手研究者的第二手研究者的第二手研究者 即是假設各位 你猜你錯的機會又有多大 為什麼第一句話好像沒有關係 實際上非常之有關係 看看你那些資料的可靠程度 可以死得很慘 所以真的不要想著 這本厲害了 這本簡直就是通識科 寫論文及這個詩辯短文的天書 千萬不要順暮這件事 好了 留意 永遠都是 記住 看看細節 但發前人之所未發出的時候就是一些細節度 你注意一下 想一下這件事的角度 有些時候未必那麼難 只不過是看那件事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我經常用那個例子 想想一些烏鷹 想不到烏鷹是有用的 加多一個烏鷹的故事 很多年前去澳洲旅行 坐在一輛四驅車裡 那些蚊飛進來 那個司機看都不看他 我就嚇到什麼 因為那隻蚊很巨型 他說知道 完全 有隻蚊飛進來 他連軚盆都不抓住 走去拍蚊 我很記得我幫他抓住軚盆 我覺得你神經病 我就問他做什麼 當然不好意思 英文 What's happened 然後他說 那些是吸血蚊 而且是會傳播病菌 我記得他記住這個故事 有些細節 有些細節 是有待你去發現的 你發現到那些細節 有些時候真的可以很幫助你 你想不到 我永遠都找不到 那些巨型蚊是不吸血的 那些烏鷹是會殺死你的 有些時候你想想 你永遠都找到那隻烏鷹出來 好了 下面有一個地方想大家看 不作抽象或者空泛的評論 不要小看這句話 什麼意思呢 術語和多義詞 各位真的要下些定義 我們很害怕 比如科學 剛才那篇一開始科學那種寫法 科學的定義 人言人數 需要就不是需要 是否就可以是或否 這種就很可怕的寫法 可以永遠都告訴我們 到底你想講的是什麼 讓我們解定 範圍一定不可以太廣 也不可以不明確 現今社會人人都同意 科學很重要 人人是什麼意思 不者想 多數人都不會對聖經 多數人 這樣寫不行 這是很可怕的做法 請各位注意 要準確地傳達自己的思想 有些辦法在句子裡做得到 請各位注意 第一 考慮一下你的讀者 不是每個都像你看完這些資料 交代一下背景 告訴我 到底你說了什麼 第二 使用完整的句子 請不要用編碼的方式 編點去列給我們看 點列是不接受的 第三 最好不要這麼多雙重否定句 我並不認同 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那即是怎樣呢 我並不認為 沒有這一個觀點是好的 那即是怎樣呢 雙重否定句 在漢語裡面 不是語化錯誤來的 但你這樣寫的時候 會別人覺得你說的話是模糊的 不要用一些意識不明確的字眼 或者價值判斷非常之幸運的字眼 有些時候我們是遇到太多的字眼 用慣了 經常都寫 其實我們是不太知道 它說的東西是代表什麼的 我們希望各位可以避開它 有些字眼 其實各位可能真的用得很習慣 譬如有些時候 各位會喜歡用一些比較有趣的字眼 譬如 它的言論 我們覺得是屬於一種溫和派的表達模式 溫和派的表達模式 即是什麼意思呢 言論是溫和派的表達模式 即是怎樣呢 有些時候是不清楚大家想指些什麼 下面 譬如我想直接跳下去說 語言使用要客觀具體那個 請你看那個例子 我認為阿里士多德 分析得十分透徹 抓住了這些生活方式的本質 並一一分析 有理有句令人信服 這個是清楚的 你是很清楚地評斷了到底 現在你自己說的話 但是這裡我們想強調一件事 是同學你寫的時候 可能需要告訴我 你這個認為是怎樣的根據 你有什麼根據是這麼說的 下面有一個特別請大家注意的 不要中英夾習 例子都不讀了 你自己去看 不要中英夾習 剛才說的是有關思考和表述的部分 接下來 其實是有關MLA格式的部分 寫論文一定要講格式 尤其是你現在寫的思考式思辨式論文 我們一樣會要求各位 這算是短文 要跟格式的 通式要求各位用MLA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MLA本身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定出來的格式 其實一直都有 即是殊可追尋 還有我們有些網站 介紹給各位使用 舉個例子 你可以用MLA本身的網站 去看他們的論文格式 抱歉 抱歉 還有一晚 因為忘記了 先上網 不好意思 讓我省下時間 因為大家可以回去按 這裡也是介紹 有幫助各位的網站 這個是直接MLA自己本身做出來的網站 這兩個都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都可以讓你去檢查它的論文格式 還有你可以去去檢查 假設你要引篇章 或者你要引雜誌 或者電子材料 是怎樣引發 你用這些網站去檢查它 它可以有一個 比較interactive 互動的模式 去幫助你手 大家可以上網看 不好意思 我忘記練習了 我現在想省下時間 等待會有機會練習給大家看 好了 這本書 MLA現在比較新的版本 你可以借到來自己參考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 簡單示範請各位 一定記住 MLA本身 我們有文內著 以及有workcite 即是references 一個參考書目的寫法 記住 是intext citation 即是文內著那個 一般來說 如果行文裡面 提造作者的話 你只需要提供頁碼 但也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想頂大家注意的 例如 有同一個作者的多部著作 除非你現在 在行文裡面 列明書名 否則 你需要包括書名 簡稱 例如大義文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你要寫明 如引用的作品裡面 有一個同性的作者 就麻煩一點 你需要列出 他的名字首字母 這是MLA要求的東西 不好意思各位同學 這些要求 我知道很瑣碎 但你要遵守 否則就不是那種格式 另外 精引書目是一定要的 否則別人不知道 你引用的東西是哪裡來的 留意一下這種精引書目 MLA的寫法很清楚 精引書目 其實通常你會發現 那些作者名 人名 或者是出版地 出版社 出版年期等等 基本資料一定會有 問題就是寫法有什麼不同 例如 需要不需要斜體 需要不需要寫明 出版物 而不是電子物 例如printed 這些等等 這些寫法 各個格式會有不同 例如APA style 和MLA會不同 Halvard style 和CMS 會不同 所以請大家參考 它要怎麼做 我們要求各位做的事情 是MLA的中文格式 所以中文格式上面 我們都會請各位注意 再強調一次 通識的老師很好 已經做了整份 是給你參考的 我到現在這裡 只是提醒你 要注意些什麼 例如你留意一下 例如裝紙 這裡 或者一行禪詩 這裡 你看到我們用MLA的中文做法 其實用英文差不多 在做文內註的時候 都是你看到 例如會下篇章名 加個業數 不是全部都這樣做 等會有些例子 而下面 你看到我們有一個 Worksited 就是參考書目的部分 都會寫清楚 到底它來源的書是怎樣 請大家注意一下 大家很多的來源 可能是那本 與人民對話 或者與自然對話 所以留意這裡 有一個在字 在哪一本書 在你來自哪一本書 是通識的 以及記住業數 你只能參考那幾頁 或者那十幾二十頁 所以要寫清楚 好了 引用的原則 請各位 都可以看一點 我知道通識很多 是要你用回 它裡面那本書 但我們都希望 在引用的時候 注意一下 我們都希望 各位如果用其他書 不是通識的話 找一些書 是用最好的版本的 引用的方式 反而想和大家說多一點 是很少的 三種引用的方式 請大家注意 第一 我們希望各位有 直接引用的話 注意是用這種方式 寫 譬如 有一個quote 給我們看到的 有一個引用的符號 知道你真是引用了 那個是 那個原文來的 請各位注意 你真是引用原文 就不要自己增減任何東西 麻煩 有一個很有趣的 明明有這個引用符號 有印號 但裡面會加自己的字 很可怕 好奇怪 如果你是做summarizing 行 沒問題 但真的麻煩你是總括別人的意見 不要把總括和評論放在 集中的算數 好了 最多做法 我看到現在比較多 這個是paraphacing 即是說 將別人的說法 用自己的文字寫出來 都沒有問題 三種都可以 但記住 要依照引用的格式 好了 Sorry 這些全部都要的 好 下面 我們想說一點那麼多 有關抄襲的東西 不慢慢 說這個抄襲 可能在講有關 Termpapers 可能說一點那麼多 抄襲那裡 請各位 聽了很多 所以只要說一點 拍下一次有一段這樣的文字 Lester James D. Lester 他有一段這樣的文字 和我做筆記的時候 純粹大段直接抄落 結果賺寫文論文的時候 有大量使用直接引用等等 好了 當你有三段這樣的物體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哪一段是屬於抄襲 哪一段屬於抄襲 其實應該很容易看的 因為你發覺只有一段是 第一 沒有Lester 是的 沒有Lester的字都沒有出現 是不是 人名都不見的 就是最後那段 還有你發現只有一段 是完全連那個 就是Works 通常引用意外 是什麽 最少都有那個 頁數 是不是 只有最後是完全沒有的 這個是恰當的意義第一個 這個 這個是絕要來的 下面那個就抄襲了 因為下面那個 你用別人的意思 但是你不讓別人知道 你是用了他的意思 這個找到就是大件事 所以請大家注意 沒有一樣東西叫做 即是不覺意的 請注意這件事 千萬不要這樣做 沒有一樣東西叫做 不覺意的 這裡有一些引用的格式 即是通識老師 我都說了 做了整個引用的格式之後 提醒各位 因為他們在不同的篇章 不同的文本 有不同的引用格式 要各位注意的 譬如這幾個篇章 The Chromakeia Ethics The Social Contract The Wealthy of Nations 建議各位引用它的時候 列出書號 編號 行數或者業數 下面有些例子給各位 請大家跟回 而另外一個 Odyssey 和可蘭經 建議大家要列書號 和編號 你看到這裡寫法 還有一個是有關 Bible和論語 比較清楚 編數和章節編號 這裡寫了 譬如創世紀 3 母號16 好 Symposium 只是列出行數 而至於這個 莊子 和Rages of Labor Alienated Labor 就是要求列出編名 和課本業數 留意 莊子 Doc 需要由整個 當作編章名 整個 一行禅師 波爺之心 業數 明兒代訪錄 編章名 就行了 OK 好了 至於排版規定那些 我想我不會慢慢說 下面反而有些東西 是建議給各位參考的 這裡 不好意思 你給我一點時間 上一上網 建議給各位 首先有一個地方 想告訴各位 今天講很多有關 詩辨識論文寫作的事情 但我們其實有一個地方 是讓各位去看論文寫作的 是專給通識同學而設 所以請各位可以來 我們這個 智學中心的網站 我們有整個網站 有關學術論文寫作的 請大家可以上來看看 全部的步驟會逐個教你 甚至我們會加上 甚至有關 句子的寫法 以至到病據的問題等等 去給大家看 而除了這個之外 各位應該知道 在你們通識的網站 有一個 是收集了很多 以前同學做的 比較好的論文 裡面有通識的 優秀論文在這裡 這些優秀論文 很值得大家參考 他們是怎麼寫 以及他們自己的觀點 是怎麼做的 大家也可以有時間 建議各位一定要去看一看它 裡面有很多題目 可能跟你那些 重配比較相關 這是圖書館的一個 書目管理工具 大家可以去登記 登記了之後 你可以匯入了 譬如你找到一本書 那些資料可以整個匯入去 它幫你會做 根據你選擇的格式 譬如MLA是其中一個格式 它幫你做書目出來 那我是適合那個MLA的格式 但是不好意思 它有那麼多可能會錯 譬如豆河的其他可能會錯 你要檢查一下它 但是你會省了很多功夫 那Web Vlog 建議大家都去登記使用 這些都是很希望大家看到的電子材料 但是另外有一些書 很想跟大家講一下 譬如這裡這些書 其實是一些延伸工具 希望大家特別去注意 可以使用 其中有一些 譬如這本書 不好意思 這條連結 我後來要改的 因為到差不多今早我才發現 那條連結是不行的 所以我唯有強行在這裡改了 就沒辦法在你手上的那個改了 那這本書呢 其實是非常建議大家去看的 是教寫作的 而且它非常之是 涉合大學生寫作使用的 那這本物體呢 這本物體呢 是很好的書來的 很建議各位呢 可以呢 就走上去下載下來 看一看 因為它是整個PDF 可以看一看 那這個PDF 本身呢 你可以很仔細地看一看 它是教理由 即是最初頭構思一篇assignment 開始慢慢看 很多 是很仔細的教法 它現在甚至出了一本 是給Tutor看的 即是如何使用這本書去看 那是一個很好的書籍 所以很希望各位有時間 可以向它看一看 那另外呢 想特別提到呢 那些同學就很希望各位可以留意下 這裡有些書介紹給各位 是幫助大家思考的 譬如《魚鱗緝與人生》 你可以吃力的貓等等 如果你覺得你的邏輯思維不是太好 都希望各位可以試一下 最後呢 我想請各位幫我看一看 你最後這份材料 這份材料最後呢 有一個練習是給各位的 這份材料應該是尾爾的版 詩辯形短文寫著 詩辯形短文 詩辯形短文那裡呢 是寫著一個練習 是根據問題和下列的資料 建構自己的說明和議論 組織一篇短文 那條問題是孔子是周文化的忠實支持者 何以見得 孔子認為周文化應該永遠保持本來的模樣 存續不變嗎 你認為孔子對文化有怎樣的態度 必須回答以上的問題 我印了一堆材料給你 你可以看一把看到的材料 後面有一堆材料 我希望各位可以當作一個練習去試一下 我們其實原本都有些時間 不過現在時間不多 所以我不要求大家一定要在這裡做 其實我想提一些角度給大家回去反省一下 你喜歡可以自己回去試一下 裡面有一堆資料 但是想建議給各位 這裡的材料你會發現 孔子似乎真的很喜歡周文化的 他甚至做夢也看到周公 而且他還會覺得他自己是周文化的繼承者 但是裡面也會發現一些很奇怪的事 他覺得周文化雖然好 但是周文化是否真的一定要存續到永遠呢 是未必的 有沒有這樣的事情在裡面呢 你解釋給我聽 你可以看一看 第二個思考點 孔子其實是不是對於周文化的理解 有一點而奇怪呢 你看一看 他對周文化裡面會提到一個 男性和女性的問題 你覺得那件事是不是跟他對周文化的擁護 是沒有關係的呢 我是不是引錯了資料呢 不如各位幫我做個判斷吧 第二 還有一樣 對不起 第三 為什麼想提醒各位 孔子被認為周文化的繼承者 其中一樣東西 可能大家在這裡看不到 是什麼呢 就是他提倡一樣 在當時其實是過時的東西 你猜不到的 是什麼呢 就是禮 禮在當時被認為是過時的東西 但是他重新提倡 整理重造 他做出來的禮號稱是復古的 但是有人認為是創新的 他認為那些禮是周朝之後再做出來的 有人認為根本有很多是他自己 在想之後做出來的 在這裡見不見出 孔子其實 對於所謂周文化的擁護 其實呢 是一種自己個人的喜愛而矣 其實裡面不是真的對周文化 有一個特別的喜好 而是他自己想創造一些新的東西 周文化喜愛會不會其實是一個口號 就是創新的口號呢 大家可以想想 這些其實是給大家一個角度去想像一下 這個課題其實很久之前有人講過的 但是讓大家去試一下刺激一下 我特地都留一點時間給各位 為什麼呢 因為我知道其實今天很多材料給各位的 裡面有很多東西可能要一段時間去消化 但是我希望各位可以有時間去看這裡的材料 還有特別我想提出 一開頭 講了很多東西 我想拉回去一開頭 想請各位記住一些東西 就是這兩版 師篇寫作 我們要求的性質 著重分析和反思 師篇寫作是希望你對內容的理解是要準確的 希望你不要單純地總結內容 也不要純粹抒發你個人的感受 你剛才聽到我講了很多東西 都是就這四個方向 努力地介紹 這四個方向的東西 我希望各位在今天聽完之後 可以自己去想一想怎麼處理 我介紹給你的材料是給大家使用的 今天我說的材料 有很多很多 我再強調一次 是需要各位花一點時間去看和消化的 但是你可能現在有問題想問我 所以我想現在不是很多時間 可能十幾分鐘 或者十分鐘都不夠 想問一問各位 你有沒有問題想問我 就我剛才所講的 由烏鷹蟑螂到 人的問題 以為科學的問題等等 如果沒有的話 麻煩你幫我做一件事 就是我們有一份Evasion Form 麻煩你幫我填一填 那幾多同學已經第一時間走向這個門口 麻煩你幫我填一填 麻煩你 各位同學 你在這裡填表 我就繼續說話 我繼續說話 其實希望各位同學 寫這個詩辯式短文的時候 不要當它是一件苦差 我想說就是以前我們都要寫類似的東西 但每次我們都真的當它是一個 訓練自己思考的一個活動 希望各位都可以當是一個有趣的活動 嘗試一下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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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